它这边看白白的那个纸啊 就是那个胭脂啊 这有卖山东大煎饼的 没那么紧张 菲芳人的鞋垫都是自己纳的 这个奶奶她自己用手针缝的 东北蘸酱菜全席啊 依依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弄上个香菜放这儿 弄个大葱放这儿 我妈这是弄的精致版的 哪有人弄那么小的刚弄的 东北传统的主食 叫做大茶子 悠悠来喽 还有爸爸和妈妈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半 我和我妈妈约好一起去逛 农村大早市 结果我妈就跑过来 送你走啊 哈喽 嗨 啊 真的是没有网法了啊 我妈在我旁边说 悠悠多辛苦啊 这么早把它弄成 现在时间是七点半啊 紧接着我就跟我妈说 我小的时候辛苦的还少吗 一般我童年的时候 我妈妈带我去找事 都是早上五点钟五点半 结果刚才跟我妈说话机 过去我妈妈说话了 你说 你说话啊 我妈妈竟然有胳膊怼我 我有种媳妇熬出河的那种心态 就苗怼哎 苗回溪哎 真的是 我这还没尽早事呢 就满满的大葱香就过来了 味道特别濃郁 看我的身后全都是卖大葱的 现在是十月的中下旬了嘛 我们已经在囤冬天的葱了 为什么不现买葱啊冬天 收看影片的你一定想问的问题 贵啊 会贵很多吗 对啊 有两块有钱一斤 现在葱是一块 冬天卖两块 就是因为差价一块钱 一块钱人民币 我们家乡的人呢 就一定要秋天 囤好几捆的回家 一囤就囤一冬天的葱 葱也会冻的 冻了以后吃这时候一缓就好了 东北人已经习惯了 吃各种东西都是冻的 在解冻 大家都在这买 都在这积药 之前的影片不是给大家拍过一些什么 杠口饼啊臭豆腐啊 包括干豆腐啊 起码有13年了 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了 那我今天也是买一些 大家想看我吃的东西吧 我也尝试一下 是不是还是小时候喜欢的那个味道 可能现在就不喜欢了呢 是不是 这边还有卖鞋垫的 我们东北人穿鞋都垫鞋垫 其实我去南方很少有人垫鞋垫 但我们北方人的鞋垫都是自己纳的 从我们这个奶奶她自己用手针缝的 看这个奶奶又在收集布料了是吧 就一点一点把它剪出来 这边角料以后都是有用处的 游游说刚刚老板把自己直接整理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沙子都是全自动的呀 哇厉害了 我的妈呀 长见识了 来那就来一个他们家的干豆腐啊 这三块钱 这一张大概得多少钱呀 一块钱左右 这么薄啊 四块二毛钱 来几张 我来个一张就行了 哎这豆味好浓啊 豆香味 就直接叠吧叠吧 好了 那我们买好了 花了五块钱 我这次带着我妈来的 然后我妈呢 就因为五块钱跟我丝吧起来 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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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之前 哎子不管好 这五块钱贵还是悠悠贵呀 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这东北啊 还是有纯正蜂蜜的好吧 这现场给你弄的 这箱子都带来了 哎我是之前看过一个 相关于蜂蜜的报道嘛 说现在蜂蜜还是蛮正贵的 在过去多少多少年之后 可能就没有蜂蜜这个东西了 这有卖山东大煎鸣了 你怎么做二十二十 大煎鸣拿的 这好大一张 好大一张 两个五 都快出发了 快点手工具 多谢啊 习惯了你这 我可不可以少要一点呀 要多少 一张一张 我妈真勇敢 不怕老板打人吗 一张行吗老板 一张卖不了 两张行吗 两三张以后啊 谢谢 这我们东北人老不喜欢吃瓜子的 天天买个两三斤回家课呗 有事没事的 你家松子怎么卖啊这个 六十 给我撑点呗 好15可以谢谢啊 它小针子和大针子有啥区别 还有野生的 十块钱啊 老便宜了哈 一共买了两种针果 花了25块钱 我们单买行不 三块钱 可以给我买两个行吗 哈哈哈哈 三块两块的 我被回绝了 三块钱你们啊 行吧那我就 这几个饼三块钱呀 六块 我来扫买 接着老板就走掉了 嫌我太墨迹 台湾朋友跟我说的叫做杠子头啊 哎呀妈呀 太便宜了 问题是六个饼给我吃一个礼拜的了 你看我们东北人可喜欢吃粉条了 现肚 粉条猪肉 粉条白菜 这一大袋子十六块钱 这一大袋子十六块钱 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说是口药少了行不行 我抽豆腐和豆腐能少要一点吗 拿着一块五两块 一块五两块 那我各要两块 我以为只能要一大盒呢 别的吃不了咱们上了 好多点 能装一起不 我买好我们东北的豆腐乳和臭豆腐了 臭豆腐我也是十几年没吃过了 信了南方之后就把这口戒掉了 要不是因为你们想看呢 我这应该也不会再冻起这个念头 吃臭豆腐的念头 我闻一闻 这人老多了 哎呀卖啥的都有 这热闹 哎呀这大爷 这大爷 这大爷 这大爷就是你大爷 哈哈哈哈 我们把我姥姥抓住了 我姥姥逛的可认真了呢 哈哈哈哈 嘿 哈哈哈哈 咱们不和我姥姥他们一个团队 咱们是老太太班的 我们是青春组的 哈哈哈哈 哎这是卖烟的 这是黄烟 啊 这个奶奶自己卷的 这个就是这个 卷起来就这样的 哎呀这太复古了 他这边 看白白的那个纸 就是那个烟纸 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抽这样的 他那个卷成了之后 封口用裤膜 用口水粘住 哈哈哈哈 这一般都是那个中老年人啊 喜欢抽这样 年轻人都讲究排场了 都抽品牌的了 这边还有卖鹿绒的 这咋吃啊 这是浮水的 哦 浮水泡酒的 哦 看这鹿绒啊 灵芝人参啥的 都是在我们市场卖的 小香菜 那我们来一瓣吧 奶奶 一瓣 嗯 这是奶奶自己家种的小香菜 自己家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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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菜 老山东人啊 跟我奶奶爷爷口音可像啊 哈哈哈哈 这我们东北老一代 山东口音的特别多 虽然说我们现在 是在黑龙江嘛 但是 就是我们也特别习以为常 因为家里面 爷爷奶奶老老爷 基本上都是山东过来的 就后辈说话都是东北口音嘛 那上一辈的 上上一辈的 都是山东口音 这崩爆米花的 这小时候可喜欢吃了呢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摆个吧 老板说 给我摆个造型呢 我这就没路了 其实东北男人吧 看起来好像是高大威猛的啊 其实还是挺可爱的 刚才啊那么大的一个男人 后来竟然还害羞了 好可爱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逛早吃行程 就这样了啊 哎呦哎呦口罩飞了 回家开饭了啊 来吧回家 这我姥姥也跟过来了 就一起回家吧 赶上同一班车了 老太太分队来了 干啥撕夕起来了啊 我们已经到家了 那等一下呢就开饭 我姥姥现在正在做我们东北传统的主食 叫做大茬子 大茬子是啥呢 它就是 这是我姥姥的高压锅 但是香菜味道可能 可以 这能 我们东北大葱 好长好粗的 这干豆腐映着阳光 怎么看着那么像抹布啊 大酱拿出来了 我妈看我不注意的时候 已经把鸡蛋酱弄好了 先放在鸡蛋 然后再把大酱和进去 那就是和和 把鸡蛋弄成实的颜色就好了 买了个吹泡泡的 人家老板要19块钱 我妈最后10块钱能给人家买下来 我真的是太费了 那要不钱就赔多钱呢 不敢说讲到那样 就是19 15吧 你能讲到10块 我姥姥真的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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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茶粥煮好了 就是我们东北地地道道的主食 今天的饭呢就是我们正宗的东北蘸酱套全席啊 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姥姥自己做的糖蒜 豆腐乳 臭豆腐 鸡蛋大酱 杠头饼 杠杠的 山东大煎饼 杠杠的 还有就是我姥姥做的大茶粥 干豆腐 哎呀这被悠悠已经咬下轻盖了 蘸酱菜啊 芥菜嘎的 芥菜嘎的啊 就是咸菜 我姥姥自己做这个蒜茄子腌的啊 我们就先来一个这个蘸酱菜吧 姥姥哆啦哩梦这个干豆腐怎么做呢 做豆腐的 它是搁到平板里的一个 大槽子里的整个都没压的 已经把水分基本上就榨干了 弄上个香菜 放在这儿 弄个大葱 放在这儿 我妈这是弄的精致版的 哪有人弄那么小的干豆 干豆太小了 我妈炸的这个 最起码那半张半张 你这个没卷豆过吗 鸡蛋酱 你借你这个进门搅啥 这是屎颜色的鸡蛋 老北京的那个炸酱面也是我们东北这样的鸡蛋酱 一样的味道 来就这样 然后 野生的味道 我们东北人出去郊游 坐个火车 都得随身带着这些 太生猛了都没人吃东西 这香菜就这么一根 往水里放 第二种 带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 杠头饼 台湾叫做杠石头饼 山东人过去干的 也不是喜欢 家里没啥吃的 我一个人在家 我妈和我爸也不让我出门 就想吃点什么 零食吧 也没零食 然后我妈妈和我爸会经常买一些豆腐乳 臭豆腐啊 我就把这饼掰开 这里面可软了 稀流软的 你爸愿吃吗 不得已的零食啊 实在没得吃了 我觉得自我发明了 臭豆腐啊 灰绿灰绿的颜色 弄一块 哎呀 这里面这个嗓 看 这个好臭哦 我的妈呀 真臭 把这臭豆腐啊 夹在饼里 把这饼 就 看 看见没有 东北式汉堡啊 从小吃到大的 哈哈哈哈 嗯 我真的好香哦 好妈啊 那我现在仍然喜欢臭豆腐哎 它吃进去里面吧 是那种 咸咸的 独特的腌制的香料的味道哈 但是它 呼出来的气就是臭的了 嗯 这是我们东北的腐乳 我在台湾也吃过 红橘的 酒酿的 都是我 以我个人的口味来看啊 俘虏我还是喜欢吃我们东北的 味道纯正 真老好吃的 下次呢跟大家拍影片啊 我就吃了我姥姥腌的这个糖蒜 就好多朋友问我我姥姥是怎么腌的 姥姥你这糖蒜怎么腌的 青蒜刚一下的这儿 那硬皮扒了 硬皮扒掉 用水泡一天 把那个醋捞开的 白糖放里头有点蜂蜜 蒜得先控干 然后放到这个糖醋汁里 就这样就好了 不用加别的了 不用加 我姥姥这个糖蒜都腌了多久了 都不坏的 不坏 一年都不坏 两年都不坏 是吗 放多少时间不坏 特别有水分的 大冬萃 下面跟大家展示一下啊 这山东的了 但是东北和山东其实一家子 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看到了吗 哈喽 嗨 我们今天买了三片 这就跟纸一样 你看 撕上来也是跟纸一样的 来我妈给别人出来 它这个煎饼呢 一定不要风干 是用软的 你看像纸一样软的 像我姥姥家吃的少哈 我姥姥是东北人 我奶奶爷爷吃的多 我奶父我爷都是山东人 就家里天天放这么一袋煎饼 有事没事就掰一块吃 就煎饼平常当零食吃的 就这样 要这么咬 就这样吃 进入嘴里嘛 大概两三秒的样子 它就会自然的化开 化开透露着那种甜甜的味道 有粮食的甜甜的味道 把它窝起来一块啊 你们有吗 台湾有吗 还真的没在台湾看到那个煎饼店 嗯 就是什么水饺店呢 饼店呢 馒头店呢 特别多 卖面啊 来 出不来 就这样也是给它 裹起来 我说刚切的吗 不是 那个跑出来 而且我们东北的野菜很多 夏天什么苦菊啊 婆婆丁啊 三七啊 还有啥 酥子叶啊 对 往里七八八的一包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煎饼比那个干豆腐卷起来好吃 我们这煎饼还有一种吃法 做韭菜盒子 拌好那个韭菜鸡蛋的那个馅料 就往里放 折搏折搏 在平底锅上一煎 就是韭菜盒子了 味道也可好了 薄皮大馅的 再来尝一下我姥姥给我做大茶粥啊 这大茶粥是咱们东北的还是山东的呀姥姥 东北地一道道的嘛 其实我们东北的大茶子就是玉米 那种玉米已经风干掉的 然后把它剁碎了 剁成块块 再给它煮成粥 它就变成那个有点像煮熟的爆米花 本来我们东北的玉米呢 包括豆类就特别的盛产嘛 所以家家户户就会拿这个大茶子作为主食 是没有加任何咸盐或者说糖的啊 腌的蒜茄子 太蒜了 超级蒜 一口蒜茄子 喝一口这个大茶粥 嗯 组合起来就是东北 哇 嗯 我今天中午吃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不是因为拍影片而吃啊 它就是我童年平平常常的饭菜 我妈在旁边 我妈坐正 是不是 对 确实是 也不是说你喜不喜欢吧 它就是我的生活日常 你有出生我就看到家里人是这样吃的 然后呢 有些时候就家里只有这些菜 你不吃也吃 就是正在以及未来会继续延续下去的东北美食 应该会吧 应该会延续吧 对啊 现在我们东北年轻人还吃这些 真的 我们那小老师都给你们搬大班了 每次去他们不要买一些这些东西 小老师啊 我妈妈他们幼稚园的老师 基本上跟我差不多 也有比我小的 也都是纯纯正正的东北人 每次出去玩啊 郊游啊 也是带这些东西出去 就一辈一辈的传下来 这口味是永远变不了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 大概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 黑龙江的当地的 就是很标准式的午餐啊 还没有订阅葳葳的朋友 可以点下来订阅和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 东北的生活还在继续 那么请期待葳葳的下期影片吧 拜拜 我肥胖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这是上吊用的吗 这是干啥用的呀 这会吓人的 这大麻绳 这都是之前生活在这个 恒道河的俄罗斯人 他们以前还在这边搞那个五号队 我以为它这个车是俄罗斯的 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东北最原始最原始的火车的样子 那后来呢 到我童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了 绿皮车了 我是幽妈 我是幽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帮留言哦 对 还有电话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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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